游客拉着行李箱等搭交通船 要到小琉球去跨年 超多人的 那怎么玩啊 没有目的地点 那么小而已 东港东流线31号 一早就有游客排队买票要搭船 三天连假安排到小琉球度假 交通船业者一早就加开了好几班船 不过两个小时之内 本公司已经输入了大约1000多位的旅客 旁边华侨市场 其余黑轮的摊贩 也准备比平常还要多的料来备占 高雄跨年活动多 预计将涌入36万的人潮 知名豆浆店卖汤包的民众大排长龙 元旦凌晨宵夜时段 员工会总动员 而在地卖红茶的老店 顾客也是络绎不绝 有人特地从台中来高雄参加跨年 没有亲戚 所以就是我就是来这里住 然后来这里玩 然后第一站就是博尔这边 接下来是炒牙道 然后会吃个饭 博尔特区一早就有外地游客拍照打卡 对岸骑津观光客也不少 海产店老板多叫了一倍量的 神萌海鲜 东西来一倍好 客人来进来才不会很忙急 迷幻歌王林佑佳今年在台南独家开唱 跨年演出就像是小型演唱会 还有进去歌后 爱怡良 金哲 颜亚伦等大咖歌手 轮番现唱 要在台南的跨年晚会 带给粉丝最精彩演出 从台南高雄到屏东 廉价的第一天就到处都是满满人潮 八大新闻综合报导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